民国41年6月21日 美国安全总署助理署长戴克博士抵达台湾 做为期六天的访问 对于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 致力于台湾农村生活的改善 有卓越的成就表示推崇之意 他坚信台湾的农业在美国经济援助之下 必定有良好的发展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